《與施永青對談》 我們今天講一講 就是近日都罵得沸沸揚揚 就是兩方面的聲音 一些就說應該檢測 一些就說不應該 施先生,你怎麼看現在的檢測制度 以及預期會否都會比較踴躍 還是說比較少人 香港社會是相對分化的 這個就是香港人 或者有些人作了這樣的定位 我自己覺得是香港的不幸 因為每一件事情都相對政治化 因為這次的檢測 就借助了內地的力量 內地在全面檢測方面 是經驗相對豐富的 譬如,至我所知 武漢都做了這方面的檢測 他可以將隱形的帶病毒者 徹底查出來 加以隔離、治療 有機會在整個城市的範圍 一次過將病毒清除 在北京之前風台區再爆發的時候 都是有用這種全面檢測的方式 是證明相對有效的 但是在香港 這段時間 都不是這段時間 都有十多二十年的積累下來 有一種很強烈的 抗拒內地的情況 反共去到某個程度 連與中國有關的事情都抗拒 在大陸搞的建設 本來大陸在這方面 是有一定的成功經驗 我認為本來借助是對香港有好處的 當然如果你說我怕私隱被拿了 其實這次私隱不是很多 如果你說不信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當然是掌握香港人的資料最多 他有身份證 有稅稿 有很多資料都在他手 你純粹這次拿你的資料其實是有限的 但當你懷疑一件事的時候 一個你會不配合 亦都有一些所謂專業人士 自己都說不去測 或者別人問的意見 他都說測泥沒有好處 不參加去測的人越少 一定是要全面把病毒清出來的難度更高 你抵制當然是效果不好 至於你說找不找到做一件事 有好有不好 每一件事都不會有利無幣 你將幣的地方去強調一下 好似都有反對的理由 讓高危人士優先做 其他不要做 原本的構思是想全體一起做 他不排除高危人士都繼續做 或者做得更加徹底 所以我自己覺得原本一起做 是對香港有好似的 現在變成了一場政治角力 你做與不做 是代表你的政治立場政治 如果我們的社會都不斷地在這些問題上 去做分化 各自堅持自己的立場 結果做甚麼都不成功 香港本來有很多東西 有機會起到積極作用 因為大家不配合各走極端 對香港是沒有好處的 所以我就不傾向在這些問題上 過度政治化 其實你看到現在的撕裂 你剛才也說過的情況很嚴重 你作為香港人 在內地有這麼多的生活 經營、生意經驗 你現在看到這個狀況 其實是否都… 我聽得出你都肯定不開心 對香港沒有好處 有些事情要去到一個極端 上到很大虎頭 才會回頭 但我只是可以看 只是說 現在這種爭拗 對香港沒有好處 亦都對一些 持相反意見 希望證明政府失誤 政府出錯 你做了之後 你會換取到甚麼 我看不到他們會換取到甚麼 只是變成為鬥爭而鬥爭 鬥爭的結果是甚麼 證明他全民檢測是沒有作用的 效果不好的 全民檢測當然要真真正正大多數人 都要檢測才有效 你明知無效還搞 他原本是想有效 讓你搞到無效 讓你搞到無效 不是他想原先的希望 原先希望很多人都去做 你作為一個有獨立思考 批判思維很強的人 你認為現在這種狀況 施裂崩圍得那麼厲害 需要甚麼元素去 我自己以前都提過 很明顯之前那個階段 那個回歸所行的路 起碼被人證明你不活 當你證明不活的時候 你就需要重新建立一個 新的大家的共識去行 所以我之前說要重新檢討基本法 重新檢討基本法的時候 我提出 加多五十年不變 如果你說加多五十年 現在計算下去 有七十多年 你七十多年 你便可以給年青人 有一個新的期望 新的期望 我意思是要提出一個比較切實一點的 北京可以接受的 香港人亦可以接受的 一個新的營運方式 以前那套發覺不活 你便重新檢討過 你有了一個新的五十年不變 有一個新的營運方式 這套營運方式我認為要活 真的有些地方可能要收窄 但是要大家取得共識 你的意思是 覺得最好 這個所謂另外一個的五十年 就可以在早一點的時間 大家就開始談 是否意思 現在開始談 不止五十年 即是你早點談得到 早點以後行走那套新的東西 北京可以提出來 他可以接受香港怎樣運動 如果大家接受到 那就加多五十年 如果接受不到 我相信你最後都是他用回他那套 我希望可以談到一些事情 對中國有好處 對香港一樣有好處 大家就有一個基礎 去為將來繼續努力 現在基本上是 有一批人是全面否定了 如果全面否定了他 譬如有些人 基本上定性 這個是暴政 不僅是改革可以解決的 要革命才能解決到 那你在議會做甚麼都沒有用 一個政治體制 亦都不會容許想推翻他的體制的人 在議會裏面運作 所以如果是 有兩條路走 一條你真的革命推翻中共政權 另一條你就是 在這個現實環境下 去找一條大家 可以妥協到一起去走的路 但是你現在在這裏 抖輪 那裏又抖輪 你不如將所有問題都攤出來 一起談一次 有一個新的寄望 你有新的做法才有新的寄望 你照舊的 有些明明都不行 你還照舊 是很難見 對未來的期盼 好 不要緊的 如果聽的觀眾或讀者 你覺得未夠後 其實我也是一樣 只不過因為這一節時間太長 我們接下來這一節 會繼續說 怎樣餘下 去再爭取多五十年的一國兩制 下一節見